所以叫做空、空、無相 所以大悲的體性它是非空 就是說它是有拔眾生苦的這些菩薩行 可是它是無相 它是沒有我相、人相 這個叫做大悲的體性 就像我們剛說金剛經說 軟生胎生、私生化生 那麼世生、十二類 我全部都要讓它無於涅槃而滅肚子 就是究竟的拔它的苦與它的樂 這個叫做非空 那麼可是雖然滅肚這樣眾生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 所以叫做無相 所以這個佛子就是菩薩 他知道說大悲心的體性是這樣子的 是非空、非有 所以叫做空、空、無相 不能執著空、也不能執著有 翻過來146頁 說心欲正子體 故以卑緣而行菩薩之道 今天為了要正得這個大悲的心體 非空、非有的心體 因此我們以卑緣而行菩薩之道 就是іб緣就是拔苦 拔苦之緣 什麼叫做拔苦之緣呢? 就是不忍眾生苦 就是說菩薩呢 他不能忍受、眾生受苦 那麼因此他要拔苦 所以我們佛教裡面常說 不忍眾生苦、不忍的聖教衰 那麼不忍眾生苦就叫做悲緣 那么因为要看众生受苦 菩萨是男人 所以而行菩萨之道 去进行拔苦 先自灭一切苦因 随于一切众生无量苦中生拔济至 色自身未免苦伦 则安能广度一切也 这个是刚刚有一句说 自灭一切苦 就是说先自灭一切苦因 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拔众生苦 那么我们自己 菩萨要先自己灭一切的苦因 苦因后面又讲 苦因最重要的就是无明 就是烦恼 见尸烦恼 沉沙烦恼 无明烦恼 见尸或沉沙或无明祸 就是无明烦恼 那么菩萨自己先能够灭这些 苦因 随于一切众生无量苦中生拔济至 自己如果能够灭除这个苦因 那么我们才在一切众生中 才能够生起这个拔济的智慧 自己就不能灭苦的话 怎么能够叫众生灭苦呢 所以随于一切众生无量苦中生拔济至 设置身未免苦人 则安能广度一切也 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脱离苦 我们怎么可以教众生 脱离这个苦海 怎么能够广泛的去度化 一切众生的无量苦呢 那么这个是说 菩萨自己要先灭自己的苦 这里是讲灭苦因 先把自己的苦因 就是无名烦恼先灭掉 才能够灭众生的苦 下面说 于一切众生无量苦中生拔济至 下面就是要解释什么叫做无量苦 众生有无量苦 那么众生的无量苦是什么呢 下面主要就是解释这个无量苦 他说无量苦者因则见失为苦 因就是苦因 无量苦这里下面解释分苦因跟苦果 那么苦因 苦因就是什么呢 因则有见失为苦 沉沙为苦 无名为苦 那么果就是苦果 果则恶道为苦 有漏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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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疾为苦 弥中为苦 那么这个是讲无量苦 无量苦里面分苦因跟苦果 那么先讲苦因 因有见失为苦 见失就是见货跟失货 见货就是见到所断的货 就是见货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是迷离的叫做见货 失货是迷失的 事项的 对道理不了解叫做见货 那么见货有死死的烦恼 如果以白法里面就是说讲六种 就是说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 这个叫属于货 这个叫属于货所断的 贪嗔痴慢疑还有不正见 不正见就是身见边见 戒取见戒取见邪见 这样子叫做见货 那么众生有这个见货 所以就会在三界里面乃至恶道当中去轮回 那么所以如果断了见货 就不会去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众生因为有见货 所以一定还在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这个是死死的烦恼 失货主要就是贪嗔痴慢 就是迷失的 就是对我们对事项上面的当中有贪 嗔痴慢 我们众生在欲戒 色戒无色戒三界当中 有这个贪嗔痴慢 我们贪欲戒 或者是色戒无色戒 那么或者是我们对这个 欲戒色戒无色戒 起这个慢心等等的 那么这个叫做见失货 那么因则见失为苦 就是说我们众生 因地的苦就是说 我们苦的因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这个不正见 等等的见货 还有贪嗔痴慢等等的失货 所以我们这个是苦因 苦因将来是要受苦果的 后面有讲 那么苦因就是因为不正见 所以第一个就是生见 众生把这个四大甲合的色身 五运合合的身心 当作是我 那么因为当作是我 就会贪嗔痴 杀到淫照业 所以这个叫做见失 那么主要是因为生见 我见 再来 再来 沉沙为苦 沉沙为苦就是沉沙祸 沉沙祸 就是使这个二圣人 他的沉沙祸 什么叫沉沙祸 就是迷于三界内三界外 向恒河杀树的一切诸法 而起的四丈叫做沉沙祸 也就是说 二圣见空之后执着于空 而不能了知众生 如沉沙的这个烦恼 一切众生如沉沙的烦恼 以及对峙的方法 那么所以沉沙祸又叫做着空祸 着空祸就是说着空 那么就像我们说 反正那个都是空 那么因为是空 我们就不太这个去研究 反正那都是假的 假的就不会去研究 那么这个二圣人也是一样 三界都是空 那么因此他自己了脱生死 他正空而执着于空 那么对于这些 如沉沙的众生的烦恼 还有一切的这些道法 法门 他不能够去利益众生 妨碍他出假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叫做沉沙祸 简单 以前的天台的祖师说 什么叫沉沙祸 就是众生的烦恼像沉沙那么多 那么对峙的方法也有很多 那么对于这些事情 我们说是病之药 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病 如果我们看医生的话 不管中医西医 每一个众生有每一种病 因此对每一种众生 应该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或者是疗程 或者是药物 或者是方法 应该各个不一样 那么如果有一个医生 他可以知道 这个我们医生当然现在有分很多 中医西医 对不对 西医还有分什么 内科外科 肝胆肠胃科 心脏血管科 或者是神经内科外科 那么等等 还有眼科 耳鼻喉科 对不对 所以不是每一个医生 他都能够看每一种病 假设有一个医生 他能够对众生种种的病 然后用种种的药去治疗他 那么这个就是大医生 大大的医生 那么如果是佛 我们叫做大医王 因为众生有无量的烦恼 那么这些烦恼 用什么方法去对治 所以这个叫做成杀祸 成杀祸就是说 众生有无量的烦恼 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治 不能施病之药 所以叫做成杀祸 那么主要是指二圣人 因为他正空之后 他就执着于空 他没有出假利益众生 或者是因为出假利益众生 太困难 所以他又退回这个二圣 就像摄利弗 对不对 我们在经论里面说 摄利弗他要发不离心度众生 那他不能观众生 那么不能面对众生 那么因此就会退为这个二圣 所以成杀祸就是说 众生的无量的烦恼 那么应当用什么样的法药 去对治 那么对这些事情不能了解 再来无名祸 那么成杀祸是讲这个二圣 见诗祸是指凡夫 无名祸是指菩萨 无名为苦 无名就是说 不明的忠道佛性 叫做无名 无名我们一般说 破无名就是 我们如果能够正到这个忠道佛性 叫做破无名正法身 那么无名就是因为他不能够知道 这个无名是指这个无始无名 无始无名是指说 不能够知道这个忠道佛性 所以无名为苦 那么这个是众生的无量苦 那么菩萨他都要知道 众生的苦因是见诗为苦 成杀为苦 无名为苦 那么果则二道为苦 他的苦果 比如说我们见诗 失诗 那么我们照这个呢 申口义三页呢 这个二页之后呢 就会堕入这个二道 二道就是三二道 乃至阿修罗道 说四二道 四种都叫做二道 那么果呢 就是二道为苦 有肉为苦 有肉就是人天啦 人天是属于有肉的 因为我们的失货 见货没有断 所以在三戒里面 就是苦 三戒里面就是 生老病死苦嘛 那么有八苦 或者是苦苦坏苦 行苦有三苦 那么这个是指 见诗为因 然后呢 这个二道有肉为果 再来陈己为苦 陈己就是陈空自己 陈己为苦 因为呢 前面说他耳尘杀祸 二圣正空执着于空 不能够去了知一切众生的烦恼 还有对质的这个法要呢 因此呢 这个二圣人他就陈空自己 或者是因为觉得众生难度 因为不能了知众生 众生难以了解 这个法门也无量也难知 所以就陈空自己 陈己为苦 那么陈空自己 一二圣人他自己觉得是热 但是呢 我们依佛菩萨说 根本这样没有办法神通妙而用 所以这个叫做陈己为苦 因为在极灭 陈空自己当中 他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个作用 那么所以在佛菩萨认为这样是苦的 因为这样不能度众生嘛 所以叫做陈己为苦 然后弥宗为苦 就是菩萨 他弥于中道 前面说无明为苦因嘛 弥宗为苦果 弥宗就是不明这个中道 中道佛性 就是说菩萨 他从空出甲 或者是从甲入空 那么都一直在空 或者是甲的两边当中 没有办法气会中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空 容易执着空 再有会执着有 那么不容易气会中道 众生执着于三界的有 身闻执着于成空自己的空 那么菩萨他一直想要知道这个中道佛性 当他还没有知道之前 他还无明还没有破的时候 这个叫做弥宗为苦 他一直想要追求这个中道 史相 或者说中道佛性 但是他却还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他有无明还没有破嘛 所以他就有弥宗的苦 下面说生智 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自己先灭一切苦之后呢 然后呢于一切众生无量苦当中呢 生智 生智就是生智慧 前面是讲众生的无量苦 有这个见尸 成沙无明 有这个恶道有乐 成空自己 迷于中道的这个苦 那么众生有这无量苦 也就是说这个凡夫的众生 身闻的众生 还有菩萨 不能知道中道的众生 这个一切的苦 然后生智就是生起智慧 下面说生智 生智者生真地智 拔见识苦因 这个是拔苦因 拔二道有乐 二种分段苦果 然后生熟地智 拔成沙苦因 拔成疾苦果 生中地智 拔无明苦因 拔弥宗变异苦果 那么这个就叫做生智 生起智慧 第一个说生智 生真地智 真地就是正空 正空 就知道一切众生 皆空 就是我空 那么这个真地能够正空 三界都是不可得 所以他拔见识苦 当我们知道说 见过就是因为有这个 我见生见 这个菩萨他知道我空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他不会有见或有失货 见就是不正见 生见边见 见取见 见取见斜见 菩萨都知道这些都是空的 然后失货 就是贪嗔吃慢 既然没有我 那么没有我贪 我吃我慢 那么这个见施的苦因都拔 因为他知道 三界都是空 所以他能够拔见施苦 然后拔二道有肉二种分段苦果 二道就是三二道 有肉就是人天 所以六道两种这种分段苦果 分段就是分段生死苦 分段就是说 我们众生的生命是一段一段的 一下是做人 一下做地狱 一下恶鬼畜生 有时候就生天的 不一定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轮回就是没办法超出去三界万 因此都叫做有肉 二道的分段苦果 所以分段生死是指六道轮回 六道一直不断的变化 那么如果我们生起真谛的智慧 就是身体这个空的智慧的话 就能够拔除这个苦因跟苦果 再来生熟地智 熟地的就是说照缘起熟地 照缘起诸法的智慧 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 是熟地就知道缘起众生 他的贪嗔私烦恼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方法去 度化他 这个叫做熟地智 也就是后面说道种智 就是说众生有无量种都知道了 众生有无量的烦恼都知道 那么无量的道也都知道用什么方法 这个叫做道种智 那么这个叫做熟地的智慧 拔沉沙苦因拔沉己苦果 如果菩萨能够召见世俗地呢 那么他就能够拔除这个沉沙的苦因 沉沙或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想要帮助众生 可是你又不晓得他要怎么被帮助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的众生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 比如说他自闭 他忧郁 或者他疑心 或不信 怀疑 等等 那么我们是凡夫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对不对 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么用什么方法去对峙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苦 众生就是很苦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沉沙苦 沉沙苦就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像我今天我听到一个居士说 说他有一个子女 我听他说以前离婚之后 领养一个小孩 不晓得为什么离婚 离婚就自己领养一个小孩 领养一个小孩 现在小孩子又非常的暴力 动不动就生气 那么好像智慧没有什么增长 那么看医生也没有办法 反而到疗养院以后变得更差 那么这样我们听起来就觉得说 众生很苦 离婚就很苦 想说那就抱一个小孩子来领养 现在领养好不容易长大 念到国中 然后又这样子没办法 没办法控制 动不动就要打人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沉沙苦 沉沙苦就是说众生的烦恼 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在烦恼什么 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 小孩兄弟朋友同事 我们不知道他在烦恼什么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什么帮助他 对不对 帮助他 像现在社会上面很多 很多很多 我最近就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自杀 有那个去撞火车自杀的 有那个上吊自杀的 不晓得为什么年轻人就这样子 常常就想要自杀 那么我们就是不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有这种问题 这个就是属于沉沙祸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小孩会这样子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他要选择这样子做呢 那么我们明明知道他很苦 可是我们也没有方法 你要怎么去解决他心里的郁闷 解决他人生的这些障碍 没有办法 我们如果生俗地制的话 就能够拔这个沉沙苦 所以沉沙祸就是 事病之要 然后拔沉极苦果 沉空自己 沉空自己就是说 像二圣人如果觉得众生难度 干脆我就不要 我就去涅槃好了 那如果我们觉得 当然这个是二圣的境界 如果我们像刚才 所说的世间的话 我们不要说出世间 世间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人 有这样的麻烦 有这样烦恼 我们又想不出办法 束手无策 又没有办法帮助他 那我们不是就是束手无策 一无作为 没有任何的帮助 就像这里说 沉极就是沉空自己 你就是明明知道有问题 但是没办法解决 没有那个智慧 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这个叫做沉极苦果 最后只能在自己 在一无作为的时候束手无策 那么以二圣人来说 干脆我入涅槃了 所以就沉空自己 当然我们没办法入涅槃 我们自己也很苦 所以这个叫做 拔沉沙苦因 拔沉极苦果 再来生中帝智 如果生这个中道第一帝的智慧 能够拔无明苦因 拔弥中变异苦果 无明就是不了解中道佛性 的这个苦因 叫做无明 那么无明也是苦 就好像以前的 禅宗的祖师说 参禅仿道 就是要明了这个中道佛性 对不对 出家修行就是要正这个 如来的法身 但是偏偏的不能 不知道 偏偏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无明苦 无明苦 就是不了解说什么叫做中道佛性 什么叫做如来的法身 那么拔弥中变异苦 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举例 举例说以这个以前禅宗祖师他们参禅仿道 想要知道这个中道第一帝的这种 来形容说菩萨 菩萨他这个无明苦 当然菩萨他所作 如果依照我们这个所作的话 菩萨他能够正空 他又能够去出假利益众生 可是他就是不知道 这个中道 所以这个叫做无明苦 把弥中变异苦果 把弥中变异苦果 这个因为他不能正无明 所以他就会得到这个 弥中变异苦果 变异就是变异生死 因为没有了解这个中道佛性 常住不动的这个第一帝 所以一直在变异生死当中 那么当然菩萨的变异生死就是说 当这个菩萨的这个无明烦恼减少一点 那么菩萨的果报又产生变化 那么一直慢慢慢慢的变化 所以一直在变化当中 叫做变异生死 那么其实变异生死实际上 不像我们人间 或者是这个三界的这种痛苦 那只是形容说菩萨他因为 智慧的增长 烦恼的减除 无明的淡薄 那么菩萨他也是有分的 所以我们菩萨才会有分 死住死行死回向死地 那么到佛之前 都是一直在变异 变异就是变化 就由他们的这个烦恼无明 或者是智慧 功德的这个多少差异 那么就会变成有这些菩萨的阶位 那么这都是属于变异 只有到佛才是就近常住了 常住的快乐 所以如果能够赠得中道第一地的智慧 能够拔除无明苦 苦因还有迷于中道的变异苦果 以要言之 即是一念元修三种大悲 总而言之 就是一念要修三种大悲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前面 于一切众生无量苦中生拔忌智 就是说有众生有无量苦 那么我们生起拔忌的智慧 那么既然也不能变异苦 也不能这个沉疾苦 也不能这个生死苦 那么也就是说 要让众生得佛的就近常住的快乐 要让他得就近常住乐 所以也不能有分段生死苦 也不能有成空自己苦 也不能有变异生死苦 那么也就是要让众生得到 佛性的常住就近乐 就是我们常乐我敬的意思 所以总而言之 就让众生得佛乐 下面说 即是一念元修三种大悲 在一念当中修三种大悲 那么下面就是要讲三种大悲 前面我们有讲过说 不杀生缘不杀法缘 我们再看一下145页 翻到145页 他说若佛子以悲空空无相 就是说 菩萨他知道说大悲的心体 他是空空就是非空 无相就是非有 非空非有 然后悲缘行道 要拔众生苦来行菩萨道 至面一切苦 于一切众生无量 苦中 生事 前面众生有无量的 这些 苦因苦果 三界的 见尸 成杀无名 或者是 生死 成己 迷宗 那么这些无量苦当中 生自 自就是拔记的智慧 下面说 不杀生缘 不杀法缘 不着我缘 故常行 不杀不到 不隐 那么这里是要解释 不杀生缘 等等 我们再翻回来 146月倒数第三行 说 李耀元之即是一念 元修三种大悲 由修生缘大悲 这表面写一 这有三种 这是第一个 他说 一 由修生缘大悲 故拔恶道之苦 一拔臣疾之苦 俗帝三昧臣 世民不杀生缘 关一切众生 皆我父母等也 然后再来 由修法缘 这边写二 这是第二个 由修法缘大悲 故拔有肉分段之苦 真帝三昧臣 世民不杀法缘 关一切地水 是我先生 一切火风 是我本体业 再来 由修无缘大悲 这写三 三就是 由修无缘大悲 故拔弥宗 便一之苦 宗帝三昧臣 世民不杀我缘 观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那么这个是三种缘 我们现在看一百四十六页 倒数第二行 他说 由修生缘大悲 生缘就是众生缘 众生缘就是缘众生 这个大悲是拔苦 如果我们是讲慈心的话 就生缘慈 法缘慈 无缘慈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讲悲 生缘大悲 法缘大悲 无缘大悲 大悲是要拔苦 那么生缘大悲 如果我们修生缘大悲 我们能够拔什么苦呢 说 故拔恶道之苦 一拔成吉之苦 我们能够就拔 如果我们修众生缘的大悲心 拔苦的话 我们就能够拔恶道苦 恶道就是三恶道 第二个畜生 乃之修罗 一拔成吉之苦 成吉就是恶圣 恶圣他不能够度化众生 那如果我们观一切众生是我父母 就是后面想的 观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的话 就是梵晚经里面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把成吉之苦 就是不能像恶圣人 成空自己 而不要去救父母 就是说当父母在受苦的时候 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 那么也就是我父母在受苦的时候 难道我们都不做什么事情吗 自己在吉面 空吉里面吗 所以如果我们修这个生缘大悲 观一切众生是我父母的话 我们就能够拔恶道苦 因为地狱恶鬼畜生 我们说念地狱苦发狐狸心 这些都是我们的父母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 身文也成空自己之苦 俗地三昧成 观众生都是我父母 那么这个是俗地 四俗地三昧能够成 就是这个大悲心的三昧 四明不杀生缘 观一切众生皆我父母等也 因为能够修生缘 所以叫做不杀生缘 不杀生缘的大悲 也就是不杀生缘 他不能说他不去救这些 如父母的这些恶道众生 如父母的这个友情众生 那么所以叫做不杀生缘 四明不杀生缘 观一切众生皆我父母等也 观就是因为 因为在修生缘词的时候 就是要去观 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 所以第一个修生缘大悲 就是我们要拔众生苦的时候 第一个要观 为什么我要拔众生苦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 生生世世以来 我们从今六道轮回当中 大家都做过父母兄弟 亲戚朋友 所以今天受苦的一切的众生 也就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观一切众生皆我父母等也 那么我们再念一遍 说146月道数第二 说犹修生缘大悲 因为修这个观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 这种大悲心 所以我们能够拔二道苦 所以看众生受苦 就像我们说 地藏经 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 那么事不成佛 就是说像这个 光木女在清净莲花木如兰那边发愿 说他的母亲十三岁后又要剁二道 对不对 现在虽然身为卑女的儿子 但是十三岁后又会剁二道 那么因此这个光木女就发普利心了 说我至今以后呢 我要度一些生二道的众生脱离二道 那么希望我的母亲也不要堕入二道 那么这个就是生缘大悲 如果在圆满来说 地藏菩萨的前世就是光木女 那时候就讲说 你看我们的母亲要度地狱二鬼畜生了 那么我在观一切的这些地狱二鬼畜生 也许过去生都是我的父母 所以他就发大怨说我要拔祭这些二道 若有二道所在的地方 我就先去救度 乃至地狱不空 那么也不成佛道 所以这个叫做生缘大悲 也就是说观一切众生都是父母 所以故拔二道苦 一拔成吉之苦 成吉就是二圣人 不要再成功至己了 起而去发不离心利益众生 如果能够观一切众生是我父母的话 我们怎么可以只有自己独自受乐 在空袭当中寂静安乐 而却让父母在二道里面受苦 那么所以这个叫拔成吉之苦 那么这样的话 生缘大悲俗地三昧成 世民不杀生缘 所以这样就不杀生缘大悲 以能够观一切众生 皆我父母等也 所以生缘就是主要是观 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下面是法缘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讲 嗯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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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百四十七页 这个菩萨修大悲心 不杀生缘 不杀法缘 生缘就是